这一波疫情Omicron感染之后越来越像感冒 有民众说他确诊了出现了咳嗽喉咙痛还有发烧等症状 但有民众说他确诊了之后开始出现脑雾头晕还有不舒服等等的情形 但是现在就有民众说他确诊了之后他的后脑勺开始出现抽痛 而且频率还相当的高 诊桌都是维他命维生素只希望染疫后症状能缓些 36岁的确诊者王小姐9号快晒阳心确诊 当天发烧下午后脑就开始抽痛 持续几天症状越发强烈 吃了止痛药症状没缓解 王小姐形容头痛感一来一分钟就有三四次 新冠肺炎常见有头痛症状占比从22.4%到75% 以不同研究数据差异很大 最多是紧缩型头痛有紧绷压迫感 但要如何区分头痛症状到底来自新冠 或者是一般偏头痛 但新冠病毒症状主要反映在呼吸道上 小朋友头痛比例较高 要注意是不是脑炎但大人出现头痛比例 临床上就相对低 民众分不清可透过其他症状和TOCC先自行判断 若症状没减缓再就医 但若只是轻微头痛可吃止痛药多休息缓解 但头痛感因人而异是否异常自己感受最明显 真不舒服还是要就医才能对症下药 TVBS新闻张敏如意品节目宣同 泰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